原定于7月18号,就要官宣定当的古装仙侠剧《沉香如蟹》,结果并没如期官宣,没想到,昨晚竟然翘咪咪的开播了,而且一下子炫五集,本周可以更新到11集,这个更新进度还是不错的。 此前,关于女主的人选还闹上了热搜,本来拒绝了,后来欢瑞找不到女主角,用三个公章逼杨子接下这部剧,当时真的是粉丝骂声一片,一直在抵制这部剧,果不其然,杨子在剧中的状态不是很好,尤其和女儿的对比,脸部浮肿虚胖略显僵硬,网友表示,整完之后要注意修复和保养啊,前几集台词可以,但是状态肉眼可见不佳。 该剧改编自苏默的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了女主颜旦与英渊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,男主诚意的台词配音,也受到很多网友的吐槽议论,据悉,诚意去配了音的,原生台词被酷酷子退货了,因为觉得不能给剧加分还要减分,就上了配音,结果配音效果出来,仿佛就是诚意的脸人家伦的声音,完全不贴,就很产生共情,仿佛是杨子和人家伦在对戏,除此之外, 这部剧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优化的,首先,特效时好时坏,有的地方显得比较假,是因为重审浮化到现做的,比如楼阁,灯笼等,其次,滤镜夸张,所有人看着像没有血色,营养不良的样子,有些仙霞滤镜,真的没有给演员加分,反而放大缺点,剧方还是多加注意。 第三,套路熟悉,有种三生三世加花千古加香蜜加琉璃的济世感,男主高领之花,女主机领单纯,姐姐嫉妒妹妹,后来陷害女主,还必须有一个一上来就是坏人的女三,男二爱女主,女配爱男主,狗血爱情仙霞故事,问题是动不动就是天地,帝君啥的,身份那么高,竟然还会因为爱情烦恼,正常的神,不都是要有不爱之心,想着黎明百姓吗? 拒绝工业唐经,搞事业好吗?你们看了沉香如谢,觉得剧情如何?